黑玉米 今天我们为大家演示一个 黑玉霸黄排骨 湯鍋的制作 首先我们介绍一下 需要的主要材料 黑玉米 黑玉米 是最近两年才流行入市场 和三真菌 姜片 芹菜叶 排骨 排骨我们选用猪的中排 排骨我们的霸王排 因为它排骨都用的是整块的 比较长 排骨我们先用盐 吃大姜 姜 料酒 先腌制 三天左右 然后用盖外包压熟 压熟之后冲水 把盐味去掉 这样它腌制之后 这种盐排 它里面也有盐味 做出来的火锅比较逐味 还有一个腥味比较少 还有就是辅料 我们店铁可以用冬瓜 萝卜都可以 奶汤王 奶汤王可以增强汤的白色度 浓缩鸡汁 增强汤味的鲜 盐 胡椒粉 味精 鸡精 菌鲤宝宝汤王 和三针筋 因为我们这一道菜是属于养味菜品 属于清汤菜 一般吃完排骨 一般吃完排骨 可以喝汤 也可以蒜菜 如果喜欢吃辣的话 可以配上两个香辣椰 这样也可以 首先我们为大家颜色怎样操作 这边用高汤 喝着水也可以 如果有高汤 最好选用高汤 调入盐20克 因为我们的排骨 选用在盐排 盐排是最近两年才开始流行于市场 主要制作方法是用盐 将要自己把排骨先腌制好 这样有利于排骨食味 盐排它里面含有些盐味 我们在制作盐分 就不要放得太多 胡椒粉 煮克 味精 这个汤锅的话 味精不易太多 十克 鸡精 十克 因为我们这个汤锅 主要涂出的是 菌汤的味道 所以我们以三盐精 宣鸡之后 菌骨饱汤王来提菌的宣味 三盐精 二十克 菌骨饱汤王 五克 好 放入三盐精 先用水给它冲洗一下 用大火烧焙 我们现在把煮熟的排骨 放入煸和底的锅面上 我们店里的补料都可以提前把它煮好 再用冷水漂上 这样有利于速度 制作的速度比较快 这边 这边汤熟好之后 把上面的浮沫打掉 现在放入奶汤笼 接着下来 将蒸汤提 efendim 蒸上香疙瘩 就烫点浓度 好 如果有机油可以放点机油 没有机油的话 放一点机汁 可以放点鲜鸡汁 10克左右 将汤灌入排骨之内 好 下面我们将煮好的黑玉米摆放于边上 好 我们把玉米摆放好之后 放入芹菜 给点缀就可以了 好 我们的锅瓶就做做完成 任何年轻时 谢谢大家